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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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風視線 中國的官方媒體央視週二 在一檔節目中報導了一起 杭州某頭部電商內部腐敗案 而後來這家杭州頭部電商 被挖出就是阿里巴巴 央視報導稱 阿里一名負責家具類官方旗艦店 入住審批業務的基層員工 一年時間內受賄達到9200多萬元人民幣 而一個基層員工 竟能夠在短時間之內 受賄如此之大的數額 連阿里都感到驚訝 節目介紹這位基層員工 利用第一道把關入住旗艦店的 初審權限做成了一門上億元的生意 形成了一條官方旗艦店指標的 灰黑產業鏈 該員工通過拉攏親戚朋友 去招募中間人或者商家 讓他們去尋找有入住天貓店鋪需求的商家 然後將手中的審批權明碼標價 一家店鋪收取15到20萬元不等 經警方調查 總共有400多家商店被違規審批通過 涉嫌金額達到了1.3億元 而這名基層員工從中違法所得達到9000多萬元 而就在這起案件被曝光的前兩週 中國另一家互聯網巨頭字節跳動 4月28日發布內部反腐通報 有61個員工涉嫌違法違紀均被辭退 其中還有4人涉嫌刑事犯罪被立案 互聯網大廠反腐並不是新鮮事 但是最近幾起大型案件接連發生表明 新一輪的反腐正在開啟 中國互聯網科技公司的內部反腐最早可以追溯到2010年 有報告顯示 阿里巴巴旗下公司2010年清理了數千名涉嫌欺詐的中國供應商客戶 公司兩名高管也因此引咎辭職 阿里、京東、華為等公司隨後相繼開始內部反腐 一些大廠還定時發布年度反腐總結通報 抖音在今年3月29日通報 集團去年全年共查處舞弊類違規案件177起 其中有136人因為觸犯連結紅線被辭退 23人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美團在今年2月5日則公告 公司持續開展內部反腐運動 全年協助警方立案偵辦內外部人員共93人 騰訊2月2日晚間也發布了反舞弊通告 稱去年全年觸犯騰訊高壓線案件有70餘起 120餘人因為觸犯騰訊高壓線而被解雇 近20人因為涉嫌犯罪被移送公安機關處理 這也是騰訊近3年來因為觸犯騰訊高壓線 被解聘人數以及移送公安機關人數最多的一次 互聯網公司反腐進入常態化後 反腐案例也陸續曝光 這些案例涉及多個部門和多種職位 下至普通員工、上至副總裁等高管 字節跳動的反腐通報又包括說員工將公卡 借給外部人員使用 而外部人員在持有員工公卡期間 進入內部食堂就餐14次 侵占公司資產490元 還有許多名員工通過外部購買發票 向出租車司機索要發票等形式 進行虛假報銷 涉案金額幾千元到上萬元不等 字節2020年6月還曾經通報 公司行政餐飲部負責人涉案金額達到1000多萬元 當時網友就表示 管食堂的都能夠貪1000多萬 字節果然是油水很多 除了普通員工涉嫌被開除之外 互聯網公司高管涉貪被捕的案例 近年來也是層出不窮 比如說百度的前副總裁韦方 2020年被內部通報涉嫌貪腐犯罪 被移交公安機關處理 而韦方已經是百度落馬的第四位副總裁 短視頻平臺快手的前副總裁趙丹陽 則在2021年因為收受賄賂數額特別巨大 在離職後被逮捕 新浪微博的品牌市場部高級總監毛濤濤 也在2021年因為涉嫌舞弊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 縱觀上述情況 為什麼近年來 互聯網公司成為了貪腐重災區呢 一些業內人士分析 互聯網公司前期處於擴張時期 都在忙著燒錢搶市場 沒有來得及制定一個清晰的內部規則 導致灰色地帶和貪腐漏洞越來越多 同時也因為處於高速發展階段 不少公司抱有一切為發展讓路的想法 在貪腐問題萌芽之前 沒有大刀闊斧地進行治理 而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做法 此外互聯網公司為了追求更大的效率 大多採用扁平化的組織架構 這就賦予了業務一線的基層員工一定的權力 形成了一些尋租空間 現在隨著互聯網企業發展進入平緩階段 各個大廠也開始意識到 需要在內部進行改革以防治貪腐 阿里巴巴近年來成立了廉政合規部門 稱廉政調查上不封頂 而被譽為反腐女王的阿里集團合夥人 首席人財官蔣芳正是這個部門的帶頭人 據統計蔣芳在入職的23年內 將7名集團高管送入了大牢 京東也開始定期通報公司內部反腐進展 並且宣布設立每年1000萬元的反腐獎勵專項基金 京東還倡議聯合其他大廠組成了互聯網反腐聯盟 宣布一個員工因為貪腐問題被開除後 就會進入黑名單也會被其他的大廠封殺 騰訊近年還將反腐範圍擴展至了外部公司 制定了永不合作的黑名單 而儘管互聯網大廠使出渾身卸數與腐敗作鬥爭 但是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腐敗手段也在不斷升級 腐敗問題可以說依然棘手 以至於互聯網大佬們 在2022年底不育兒童的親自下場 騰訊的CEO馬化騰在內部員工大會上說 集團內部的貪腐問題是觸目驚心 很多業務做不起來 不是管理者和業務方向問題 而是貪腐漏洞太大 業務被掏空了 百度創始人李彥宏隨後 在一場內部會議上也說 騰訊的那些問題百度也有 反腐的例子百度也經常看到 稱是要嚇死人 京東創辦人劉強東 則在高管培訓會上痛斥 整個京東零售 只有1.5個人在會上說真話 在幾年前 互聯網追求增量的時代 各家大廠都在向外擴張 無暇顧及內部問題 如今互聯網行業進入了存量時代 企業更加強調內部治理和結構優化 貪腐問題得到了重視 也因此暴露了大量的貪腐案 雖然現在貪腐問題似乎是越爆越多 但業內人士表示 從長遠來看 互聯網企業開始刀刃向內 對中國互聯網行業的生態來說 不失為一件好事 以上就是今天腥風事件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這裡是華爾街電視 如果喜歡記得點贊 並且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看完結 此外出的寶寶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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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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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地的警察局的这边也说了 一句遗体最后一句遗体最后是被确认为这就是蔡可兴的遗体 那么关于蔡可兴到底是遥遗了什么样的状况 那目前的报道还非常的少 那这个无疑是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一则消息了 因为在昨天我在网上搜集资料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当地的警察局的人士还有志愿者还在寻找过程中 但是没想到一觉起来这个事情是变成了一个最糟糕的一个情况 好 那么这一位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只有26岁 实在是让人觉得非常的痛心 和民先生 中国留学生有的时候在美国的时候 其实人生地不熟很多有关于美国的安全须知 以及一些常见的治安问题 那么常常是缺乏了解 学业压力重担之下 同时又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中 那么心理的这样的一个关怀健康有的时候也不足 给中国留学生出到美国你有怎样的建议啊 心理的健康这是一个前就性的普遍的这个焦虑 像昨天我跟六道聊天区的网友在介绍 意大利的年轻人三分之一的人就想离开 那么这个实际上不是意大利啊 大家可以讲意大利一大的问题 其实很多国家都有这种问题 比如韩国啊 我们看到了韩国的经济的高速发展 政治的民主化 但是实际上韩国的年轻人对前头的失望的情况很多 心理问题我们暂且不说 我们讲另外的问题就是呢 美国的这个整个的治安系统啊 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 就是说呢 监视器啊 更增器啊 就是现代化的警力确实远远不高 像纽约啊 现在警力非常紧张 辞职的人非常之多 但是呢 现代化的这种系统嘛 没有安装上来 比如说这个监视系统 监视系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 对这个社会治安有帮助的一个体系的 实际上很多安装系统呢 由于政治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经费的原因了 没有这个安装 而中美国和中国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 就是呢 中国人多啊 中国人多监视系统多 相对来讲 治安呢 最近几年有好转 而美国呢 你即算是一个人比较密集的一个地方 你经过一个暗角 你不小心就遇到这样的问题 过去几十年 我一直追踪这个留学生和华人在美国的这种治安的情况 经常就是在一个不小心的地方就遇害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呢 美国的公园的问题 美国的公园和中国的公园不同 中国的公园嘛 人多啊 然后呢 安全的措施呢 也相对来讲比较的完备 而美国的公园呢 就保持了一个圆生炭的一种状况 所以哪怕是在城市里面 附近的这个公园啊 你有时候就走的时候 可能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都没有人 而这个由于它保持一种圆生炭的这样一种状况啊 有时候你不小心 可能真的就是有生命的这个危险 所以呢 就是说 我看了这个学生 我也是昨天晚上看了这个消息 我一直以为 一直在等待他 因为有时候 有一些人不见了 但是有另外的一些原因 比如说早几天 巴黎的一位中国留学生 就失责了好几天 十天时间 后来 我们啊 很着急 我一直在举着这个新闻 后来就发现了 他的妈妈后来联系上了 这个女孩是留学生 这些人士也透露 他之前呢 也是拥为心理的问题 有过长期的住院的记录 现在呢 这个人呢 很不幸的去世了 我们也不对于个人隐私进行更多的猜测 在这里啊 只是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您的确是受到了一些心理压力 或者是其他一些问题的困扰 那么呢 有各种各样的求助热线啊 可以联系您所在的地区的社区啊 或者呢 如果您是在校的留学生的话 那么您所在学校的医院也会有专门的心理方面的咨询服务 希望呢 您能够啊 利用专业服务 为自己的心理找到某一种宁静和健康啊 那么很多的时候呢 压力是现代人生活的常态 但是呢 不要让这种压力对我们本人的健康 以及我们本人的正常生活造成更大的负面的影响 好 这条消息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接下来来聊到的是台湾有关的消息 520 昨天我们给大家介绍到了赖清德总统的就职演讲 以及北京的后续反应 但是啊 说到台湾问题 此前呢 在美国的政界一直流传着这样的一种说法 就是说 台积电作为台湾的护国神山 一旦北京铁靴入台湾 那么首先应该做的就是把台积电炸掉啊 避免落入解放军的手中 哎 当时啊 这样的一个一个论调啊 也引起了很多的不满 引起了很多的争议 但是在今天早上来自彭博社的一条独家报道啊 却向我们透露的一个关键的信息 炸掉台积电恐怕是不必要的 为什么呢 远程就可以把所有的芯片设备关掉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江阳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嗯 那这个来自彭博社的报道就提到啊 简单来说就是阿斯迈这个公司 他们所提供的这种最先进的光刻机啊 EUV这样的光刻机呢 可以一件远程关机 那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知情人士是这么说的啊 如果台海真发生战事 那荷兰的阿斯迈和台积电是有办法停止啊 这个EUV这些光刻机的运作 那彭博社的报道也提到 如果说他们引述了两名这个匿名人士的说法说啊 在全世界绝大多数的先进芯片都由台湾生产 那么美国政府私下向荷兰及台湾这边都表达了对台海冲突的忧虑 那荷兰政府也亲自和阿斯曼这一家公司啊 商讨过类似的威胁的情况 阿斯曼呢则向荷兰政府说啊 他们自己有能力是远距离停止机器运作 那阿斯曼本身也已就可能的这种台海战士进行过模拟 以便啊妥善评估他们可能会遇到的风险啊 具体怎么样呢 我们不知道只是知道这个阿斯曼这家公司啊 可以远程一键关机 那远程一键关机这个功能是适用于阿斯曼最先进的 极子外光刻机EUV这样的设备啊 比如啊内置了一个所谓的中止开关 而在过去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台积电呢 是这样的光刻机最大的客户 现在这样的一个光刻机也是啊 对于生产人工智能这种最尖端 业界类的芯片呢是非常 非常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同时啊也会生产一些非常敏感的军事用的芯片 而且这样的一个光刻机是需要经常的保养维修 如果是没有阿斯曼这个原厂提供的零件 那这些设备呢很可能就会极快的就停止运作了 因为全世界也只有阿斯曼可以生产 可以维护这样的机器 好谢谢小杨的介绍啊 不过说到远程开关啊 当然我想到了之前的一条新闻 就是在世界各大港口 如果我们看到港口起重机的话 可能就会发现中国的振华起重机广为密布 此前华尔街日报啊专门有一篇报道指出啊 这一些起重机可能是间谍起重机有潜在的安全威胁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些设备的维修和更新 是可以通过远在中国彼岸的啊 振华的这样的一个维修总场来进行远端的控制 那么呢美国的一些议员啊 也就这一些港口起重机叫做间谍起重机的安全隐患啊 那么呢是提出了很多相关的要求 其实呢当时我们在节目中就为大家介绍到了 这一种远程维护和更新可能是现在的先进啊 我们叫做硬件设施进行有关维修和日常维护的重要的一部分 因此呢彭博社这篇文章一出啊 也有业内人士一看就摇头说这哪是什么神秘的啊 什么什么放大招这样的一个功能 基本就是现在我们叫做先进高端硬件设施定期 可以通过远程操控的形式进行监控和维修的一部分 那可民先生你是不是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啊 是啊是啊这是基本的尝试 如果说任何的遥控啊 另外一个国家和遥控另外一个国家的这个电器也好 其他的所有的产品也好 现在是全球化的一个普遍状况 所以现在是人为的建立一种敌带关系 所以就造成了彼此之间的这种疑问 所以在出现这种启动机啊 被遥控啊是一个间谍的行为 像昨天有一个案子也很有意思 不是昨天发生的 上个星期五发生的 我们观众可能呢了解一点背景 就是国宣科技啊 在这个密西根的建这么一个工厂 这个工厂呢也是完全按照美国的标准 得到批准当时候的政府也签了这个协议 那么呢 但是后来政治的因素 认为这个地方是有安全的因素 因为他们不远的地方呢有一个军事基地 那有军事的基地多了 对不对 什么叫距离之内 适合于安居范围 这没有一个标准 但是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把他们的政府的领导都被罢免了 而且那些领导还都是共和党人 这个事情很搞笑 我就追赠下去 追赠下去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 就是星期五的时候联邦的法官做出一个决定 这个案子还没有了结之前 你们必须要执行这个协议 这就反映出来了 就是什么不是要国宣科技啊 国宣科技肯定执行协议 就是政治政府你们不能因为领导人更换 就会不执行这个东西 要求这个格林郑要强制执行这个东西 国宣科技已经花了2400万块钱美金的签金的费用 我当时在六道聊天就感慨啊 我就说中国人应该学一学 美国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政治的声音 各种各样的极端的声音 但是有时候改变美国 让美国一个正常的运作 恰恰是司法的力量 这个案子最终怎么样 不知道 但是至少现在的法官 他的判决或者是他的这个决定 初步的裁决是有利于 一个现在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中国公司 好 谢谢这个和平先生的介绍 那么再来为大家关注到的呀 就是有关于中国经济的相关的情况